欢迎回来热线追踪 新北市的平西号称天灯的故乡 不仅每年元宵节吸引大批民众前来释放天灯 平日国外观光客也络绎不绝 平西是全台唯一一个合法的天灯释放点 根据天灯民俗文化发展协会理事长的粗估 平西每年大约有200万盏天灯升空 但天灯坠落引燃民宅 导致森林野火的意外实有所闻 相关责任却难以追究 让受灾户求偿无门 平西区公所过去曾辅导业者捐款 作为赔偿公款 但成效不张 新北市府则承诺推动天灯自治条例 将赔偿制度法制化 不过在议会三读通过之前 赔偿制度仍处在空窗期 有学者认为根本的处理方式 应该改善天灯毅然的特性 重新规范材质和规格 避免民俗观光活动成为不定时炸弹 点燃油纸天灯渐渐膨大了起来 许下的愿望也随之冉冉升空 即使是平日 十分车站的铁道上 还是聚集了大批国内外的旅客 前来施放天灯 但有时心愿还没上达天厅 就可能酿成灾祸 就连贩卖天灯的老店也曾遭殃 现在十分老街的店家 都纷纷在阳台架起铁网防护 天灯如果没有大风大雨 那样顺顺的上去 就是掉下来嘛 譬如说七分钟八分钟都下来 天灯为什么会烧 就是大风吹吹的话卡到旁边 我们跟着当地文史工作者的脚步 沿着铁道来到十分街的另一侧 隔着一个小山头 可以看到天灯从十分老街 飞越到此一盏一盏的飘落 其中一段铁轨旁的边坡 还有明显遭到火吻的痕迹 慢慢掉了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万一它掉下来的是在竹林里面 为什么一般来讲火烧山都烧在竹林 竹林里面的竹叶特别的干燥 你只要有一点点火星 它就烧了 烧了以后它瞬间就这样 往市面扩散 星星之火就能燎原 因此包括台北 台中 高雄 屏东等十县市 都明文规定建址在境内释放天灯 其他县市则需经过申请才可释放 全台唯一一个合法的释放点 就落在新北市的平溪区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平溪中年潮湿多雨 未处谷地气流稳定 但潮湿如平溪 天灯至灾仍实有所闻 根据平溪区公所的资料 2018年至2024年2月 一共累积了19起 天灯造灾追究困难 受害者大多求缠无门 平溪区公所2018年推动天灯永续发展基金 辅导业者捐款用作赔偿公款 但两年间募款金额从2018年第一季的19万余元 逐渐递减到了2019年第四季 只募得14800元 两年间赔款大约60万元用尽后 就更难推动 交到后来就是因为 因为就是赔偿的问题 就是有一些比较腐烂 就是没有很公正 造成店家大家不服气 有业者私下抱怨 部分商家始终不愿共同承担 最后只剩下自家一户 索性也不缴了 而市政府则承诺将赔偿基金制度法制化 新北市天灯永续发展自治条例草案 2020年送进议会后 2021年议会一读后 法规还有很多争议 在交付法规委员会审查之后 就再没有动静 去年底因为戒期不连续 草案就被退回市政府 其实在一读的部分 那因为里面的时候 大家议员对于整个天灯自治条例 所收的一些规费标账的金额 其实他们提出蛮多的意见 然后再来如果说金额太高的话 其实我觉得会降低了 游客释放天灯的意愿 根据草案内容 天灯业者必须宣购天灯标章 贴上标章的天灯才属合法释放 为者一颗才罚一万元 包括罚还以及天灯标章费用 都将归入永续发展基金 但标章金额多寡 其实没有明定 因为这一块还要看实际上经营状况 就是每年的释放数成长数去做调整 那也可以透过管理会的机制 看整个运行的状况 去做共同决议来调整这个金额高低 天灯的产能 以我比较内行的估算 超过应该有两百万个 一年有两百万个 你想想看两百万个 抽二十块就有四千万 四千万这个来做管销费用 跟赔偿应该就够 而机查人士费用过高 以及能否落实都是问题 部分商家则认为 直接投保天灯险 是最快且最有效的方法 我是觉得保险最好 之前有讲到投保火灾险 火灾险 可是你要想那个 受险公司要不要 天灯它的特殊性 就是它释放完了之后 它会落在什么样的场域 是不可确定的 所以就比较难确认 它的投保范围 像是如果有新北释放 漂到外县市 漂到基隆或其他县市 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归属 这个责任 师傅今年也拟定 将原草案再送进议会审议 但法案通过前 等于都处在赔偿机制的空窗期 有没有方法增加安全性 有物理系教授透过实验 来比较市面上 天灯材质的反火性 你看 这是天灯材料 有点像玄纸 一烧起来以后 它就成了一团火球 成一团就可能就烧起来了 就可能烧起来了 一点燃便烧得猛烈 小小的纸团瞬间烧成火球 可以想见危险程度 我们再进行另一次实验 其实天灯的材质 在市面上有其他的选择 即使天灯翻滚 都不会烧成巨大火球 全秋名认为 制作天灯的材质和规格 都应该要有更细致 且明确的规范 而目前平溪店家 主要贩售的传统天灯 底座由竹质外框 加上铁丝组成 最后粘上防水的油旋纸 作为灯罩 而另一种环保天灯 底座全然由再生纸制作 灯罩也是粘上同一款油旋纸 而两者都是以金纸浸泡 煤油和沙拉油作为动力来源 两者最大的不同 在于传统天灯 会留下底座和灯罩残骸 而环保天灯的设计 则会在空中完全燃烧 不过天后 以及人为释放因素难控 天灯未来是否会在材质上 做更细致的规范呢 那如果是针对它本身的材质那一块 因为这部分除了涉及消防防火以外 还有一些环保议题 就是这个东西未来 如果真的掉下来之后 能不能容易被分解之类的 共同议题 所以它还是需要做一个完整的考量 天灯为山城平息 带来经济奇迹 但质债危机也摆在眼前 店家对自治条例的态度 大多保守表示等待共识 但捐款基金推不动 缺乏过度机制 法案通过前的空窗期 难保不会再有下一位受害者 求产无门